不人家 他们家养的有几只鹅 这几只鹅的话特别凶 现在我们直接先走过去啊 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 现在师父们还没有过来 这是家里的奶奶 我们的师父已经过来了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个师父有一个外号 湘北第一刀啊 九岁就开始拜师学义干这个行当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身装备啊 看到没有 这个装备的话都是之前杀过猪的啊 他这个刀法是特别讲究的 等一下的话 我们就带大家看好戏啊 好 师父的话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杀猪钱呢 必须要年抽三只鹽 这是他每次杀猪的一个 习惯的啊 今天总共杀猪的就是他们四个人呢啊 这个啊 是师父的得力帮手啊 他的话是特别不怕累 不怕脏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衣服上面 看到没有 你们知道这种是什么吗 这个全部是这种猪粪的啊 好了 现在师父要开始抓猪去了啊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就交给他们啊 给大家看好戏啊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多咯akh Liquot зв点个咖啥 儿子啦 再 dale milligram 哈哈哈 salted咖啥 婹巨去了 看看你们还请多咒啥 si你看我们互相好的咖啥的 咖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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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